又傳出酒駕事件了 一人宋少卿是在今天凌晨 開車行進新北市的板橋 結果是和計程車碰撞 而宋少卿的酒測值超標 達0.95毫克 被警方一公共危險罪移送地檢署 訊後是以3萬元來交保 而宋少卿是向大眾致歉 說是有較代價的 只有心存僥倖 先開車來和代價會合 不過這已經是他第五次 因為酒駕爭議而登上了媒體版面了 至於相聲瓦舍也發出聲明 說不會姑息酒駕累犯 接下來他所參與的兩部作品 他都不會上台 這部黑色轎車行駛新北市板橋的路口 明明是紅燈卻沒有停下 撞上前方的計程車 所幸雙方沒人受傷 警方到場聞轎車駕駛身上有酒味 而這名駕駛則是一人宋少卿 警方一側酒測值達到0.95毫克 明顯超標 將宋少卿依涉犯公共危險罪嫌 移送地檢署 警方訊後預令三萬元交保 宋少卿面對鏡頭時多次道歉 孫村聚餐後有找代價 卻自己從停車場開車去和代價會合 結果發生擦撞 一再為酒駕行為表達歉意 不過這已經是宋少卿第五度 因為酒駕爭議登上媒體版面 其中在二零零四年 他曾經開車撞上路邊的兩部轎車 車子漏油冒煙 人卻在車內睡著 結果酒側超標 在二零一八年二零二零年都是酒後 請代價 卻自己還接手開車回停車場 他在上直播節目時 曾經坦承自己是酒駕犯刑的學長 感到懊悔 這次卻又酒駕遭歹 和他搭檔三十年的相聲瓦舍 馮一剛則是出面發聲 強調絕對不姑息酒駕累伴 將會停止他在團內的演出 目前宋少卿在相聲瓦舍參與兩部戲 其中一部近幾天就要開演 只能夠立即更換演員 另一部戲也暫停相關售票 宋少卿酒駕差點釀過 連老搭檔都憤怒 因為一次心存僥倖 酒後開車 都可能造成難以挽回的傷痛 記者蔡惠林 陳慶隆 新北報導